我们就会讨论一个关于香港记者协会 最新公布的一个新闻自由指数的报告 报告提及到香港的新闻从业园 都认为香港的新闻自由 较去年是倒退 值得留意的就是新闻从业园对香港新闻自由的评分 也创自2013年以来的历史新低 跌幅是历年之冠 下降近6分 现在业界对香港新闻自由的评分 其实已经是连续三年下降 而这个数字还未是可怕 我自己觉得看了一份报告 最可怕的地方就是 记协今次向737个新闻从业园发出这个问卷 但是就只有169个回应 那那个比率是只有22.9% 同平时就是较去年 那个同样的问卷调查有82.8%回复 那相差很远 那其实整个报告究竟是应该怎样去理解呢 师傅 这个新闻自由指数就两个部分 就一个就是好像其他一些民意调查那样 就是由一些做开民意调查的一些机构 它是透过去公众那里做一些抽样 那么就出了来的那个数字就是42分 那么就100分42分 那么就跟对上19和20都是差不多 那么当然都是差的了 因为就是最高时候都接近50了 那个是2013年都是一直这样下的 但是媒体那个就是那个就真的好像断崖式那样 断崖式那样下的就在18开始 去到19 那么就18都还有40分左右 去到19就只有36分 那么19就当然主要就是反修例 反修例期间 然后接下来2020就32分 那么去到就是对上这年2021就只有26.2分 那就真是低处未算低 如果100分就去到26分 就真是惨不忍道 我相信很主要是对上那年 就是2021年 那么因为这个调查都是计算2021 但是派问卷我相信都是对上那几个月 那所以 嗯 立场新闻 众新闻 跟着其实都看到那个全部环境都没什么特别改善 甚至是都还有一些是令人担心新闻自由 那所以就出了来就是反映了在这个数字那里 26.2 26.2那里 那我想新闻界就悲观情绪是 我想是从未如此悲观过了 我相信就是相当之暗淡 你看到我们不了解了 就是离开香港移民 那去英国都相当有一部分是一些新闻工作者 是 而在香港的新闻工作者有 就是有些机构也都没做了 《平革日报》《立场》《众新闻》 那就算一些其他就是一些主流传媒 传统的一些传媒呢 也都就是看到很多很多审查的情况 就是一些记者问问题 都会是要主管是道歉 那然后你会见到就是政府不断地这样 就是提很多打击 所谓虚假信息假新闻 那昨天有个国庆首会 新闻界国庆首会 那都会见到就是特首李家超 都是还说说就是一些 似乎都是针对一些可能不同意见 或者一些就是比较尖锐的媒体 觉得他们扮媒体不是在做媒体的事情 那么那个我想 我想媒体他会觉得 就是这种都是一种 就是一种阴影 加上国安法 加上国安法都针对一些 那些煽动开物 那那里煽动开物 又会变成是 就是涉及到国家安全 我想整个大的环境 都是仍然都相当恶劣 所以见到 所以见到出来的数字就跌幅这么大 就是要看他的图表 就是一条很斜的 很斜的就是向下的线 我相信是很反映到 现在那个媒体的环境 还有一些传媒工作者 对未来相当之悲 就是其实都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 相当之悲观 就是接近 其中好像有一个数字 就是接近 差不多接近100% 是97% 97% 认为新闻自由 97% 较上一年的倒退 是的 2020年其实都已经差的了 那2021就更差 那就是如果明年再做的时候 就是都不敢想会是怎样的 另外就是有提到记者 采访时的人身安全那个问题 事实上就是现在 我见那些记者出去采访 他们很多时候 就是都会 就是都会看到 公众人士对 就是香港新闻自由的那个 首要考虑才去做一些事情 我自己觉得就是最近 看到一些记者行家问话 就是都没有以前 那么进取 就是基本上 已经是去到他说不就什么 就是大家想 那个问题 那个去查问的时候 他们都轻轻碰一碰就算 就是会不会 亦都因为这样的缘故 令到那个氛围 就觉得好像 已经是今时不同往日了 会不会是这样 那 因为你会看到 就是 中央政府 以至于 就是特区政府 其实都 越来越有种看法 就是觉得传媒 太负面 太 就是针对政府 甚至有时一些的报道 一些的言论 都会觉得是 有针对性的 就是 也都是因为 就是这一类这样的 信息 令到社会分化 以至于令到 就是政府管治上 出现困难 那这样 那所以都 就是公开的 我相信 就是私下 可能就是 更赤裸裸都不定 公开他都会 都会听到一些信息 就是说 传媒要正面一点 要 要负责任 要专业 那其实这些 这些字眼 背后都有一些 嫌疑 就是觉得 传媒是 过了浪 过了浪 这样 那这些信息 我相信都会 落到一些老板 传媒老板 以至于一些 就是 负责人那里 就一层一层 就落到 那些记者那里 以至于 甚至都会知道 有些个案 清楚知道 有些个案 是 在记者会上面 有个记者 问了一条 就是老总 觉得有问题 或者是 领容政府 尴尬 或者是 尴尬 然后就要道歉 就是觉得是 跟他 跟他的看法不同 就是觉得 不应该这样的 那都会 就是分析个记者 那 出了街 那 那我所理解 那个记者 都转了机构 就是都没有 再留在那个记构 那 我相信 这些都会对 一些 在职的 新闻工作者 都会有一些 的心理阴影 那 不同程度 就是 我想不同 机构可能 都有不同的 程度 类似的 情况出现 那 有些机构 我相信 比较可能 就是 放手一点的 那 就是记者 可以都还问得尖銳一点 那但是 你 比较一下 现在的 就是 官员开的记者会 记者问的问题 再对比回 可能两年 三年之前 当时可能 都还会有一些空间 给一些记者 可能都真的 问得相当尖銳 甚至 官员 我想会觉得 很不客气 那 那 那是一种 问的方式 我就会觉得 就是 其实 不同的记者 就是我相信 如果不是一些 漫骂 不是一些 就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如果是用一些 一些比较尖銳的 一些的字眼 那 去问 我又不觉得 真的有 很有 很有问题的 那 实际上 所有的记者会 都是 很多都是公开 直播 是的 如果一些记者 一些机构 就是那些问题 是很 所谓很离谱 就是 已经不是记者 那个 就是专业 应该这样去 问问题 嗯 就是说 我相信 那个机构 对那个机构的伤害 更大 所以 其实官员对这些问题 我觉得是 不妨是 就是 放开一些 那 就是 那些东西 太紧张的话 你变成一些 就是 那些记者 可能有刑署 都不敢问些什么 的话 其实对政府 都未必是一些好事 就是 其实 公众 公众 他会看到 记者又敢于 问一些 簽约的问题 官员又敢于 不发愁 不觉得尴尬 甚至可能 自己觉得是理直气壮 去回应一些问题 那 大家 由公众去 去评断 评断 评断 究竟有没有 有没有 就是 问得对不对 答得好 那其实是好事 更加 就是突现到香港那个 就是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的环境 那但是现在就 就是 就是 各样东西好像会见 有一些的 压力 有一些的 反过来 也都 多了很多的审查的话 那 对媒体 又不是好事 对政府 其实都不是好事